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阿俊给您带来的江狗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学习第七课主要内容有购物系统功能模块的划分以及开发功能点的拆分 还有初始化我们的购物系统项目以及大型web代码的目录结构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第七节的购物系统的功能模块这一个节词呢 在之前的设计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让大家在进行需求分析以后 可以对我们的系统做一个详细的设计 然后根据我们的详细设计来进行功能模块的划分和功能点的一个拆分 让大家对整个项目能够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 然后根据我们的拆分的功能点再来安排一个开发进度 然后来模拟我们真实的企业级开发的一个流程 现在这个地方呢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就不再为大家来讲解我们详细的功能点的一个拆分了 因为我们的功能模块的划分呢 在我们后面的课程当中 从我们的大纲可以体现出来看到 从创建销售模型开始 一直到图片搜索功能的一个实现 还有到后面的一些页面的重做 都是属于我们这个系统的那个功能模块的划分的内容 然后每一个小节的主题呢 其实就是一个模块 在我们的后面可以看到 比如说使用admin进行管理模型 还有模型的变更与同步这些 但是这个大纲呢 并不完全的等同于我们的模块划分和那个开发的功能点的设计 因为每一个节次里面讲解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题 是属于某一个模块 也可能是进行一些纯技术上的一些讲解 大家要去分开来 但是不用担心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每一节里面呢 有哪些开发的功能点 要做完哪些工作呢 我们是会给大家提出来的 所以学完我们整个一套课程以后呢 就会想就会有一个全局的结构 我们的这个通用购物系统的一个功能点就出来了 所以这里就不再花时间进行一个单独的讲解 好了 然后项目的初始化 以及大型web代码的一个目录结构 这个是有必要来掌握的 项目的初始化呢 其实就是一个jungle项目的初始化 也就是我们现在正要做的这个购物系统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实际的操作 好 进入我们的系统以后呢 假如大家已经都已经 按照我们开始第一节课的内容呢 进行一个环境的安装和配置 好了 我们用pyenv 那个虚拟环境的管理 然后来virtualenv 创建一个3.5.0 因为在我们讲解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pyenv的最新版本已经更新到了3.5.0 这个稳定版本 所以我们就直接的使用这个版本 我们创建的这个虚拟环境的项目名字呢 我们把取名叫做ShopSys 就是购物系统 好了 执行完毕 然后呢我们来进入当前的这个虚拟环境 好 进入当前的虚拟环境呢 以后呢 就来进行一个包的安装 pipe install jango 我们稍等一下 现在的版本呢 是jango1.8.5 在我们讲课的时候 已经是稳定版的1.8.5 所以我们都采用最新的jango和最新的python 然后让大家的学习内容不会过时 好了 安装好了jango以后呢 我们就来进行一个项目的初始化了 就直接jango jango admin start project startproject shopsys 这个地方呢 是创建我们的项目录结构 这个和之前的virtualenv的是不一样的 大家已经一定要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进入我们的项目目录 看到呢 jango已经为我们创建好了一个最基本的jango程序的结构 这个在我们的快速开始的那个视频教程里面有讲解 所以这里就不再做详细说明 然后执行一个命令 python management 这一个脚本 然后使用它来进行一个migrate 进行一个数据的数据表的创建和迁移 这里也就 这个是jango的基础内容 好 然后python manage runserver 开启我们的服务 0.0.0 我们监听 8000 8000端口 好 已经成功了 开启服务成功以后 我们来在浏览器里面打开localhost 访问8000端口 这里呢 我访问80001端口 因为我本机的那个80001端口和虚拟机的8000端口是做了映射的 好了 这里提示呢 已经可以看到我们jango的最初始的程序 说明我们的操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型的目录结构 大型项目的目录结构 我们主要参考三个项目 一个是jango本身 还有一个是比较出名的jango项目flask 还有一个就是jango jango是一个论坛系统 中国人写的 好 我们先来看jango 这是jango的原代码 在原代码的原代码的整个名称 它就叫做jango 它这是一个文件夹 叫做jango 然后它下面呢 有很多个文件夹 第一个文件夹是一个隐藏的 我们暂时不管它 然后在下面的第一个呢 就是jango 还是同样的名字 然后在下面一个是docs docs里面存放的是一些项目相关的文档 还有extras extras呢存放的是额外的一些东西 还有测试的相关的 还有一些项目运行的脚本相关的 或者说项目管理的脚本相关的 我们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它的模块的作用 然后在下面呢是一些作者 以及那个贡献者 还有安装 以及那个 许可协议 还有我们的安装脚本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置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 以jango为名称的目录里面呢 才是真正的项目代码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才是真正的python代码 然后在这里面呢 又按照apps 然后还有呢什么bin bin主要放的是一些可执行的一些脚本 用来管理我们的项目的 这里就是jango的min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contributor 以及core 这个地方呢就是按照我们的模块来划分的 就是说我们的项目有哪些模块 我们就以一个模块的名字来命一个名 比如这里有一个midware就是中间键 就是jango本身需要的一些中间键 还有template以及它的模板的处理 好我们参观完了jango的项目的结构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flask flask本身我们来点击这个flask的项目 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同样会发现在这里面的第一层结构里面 它有一个同样的和flask一样的名称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才创建的是真正的项目的代码 而在这个项目在这个文件夹之外的那些内容 它也有一个docs用来存放项目的文档说明 以及script还有就是那个测试 还有一些项目的相关的配置 或者说安装的脚本 大家应该看明白了这个结构 它们是有很多的共通点的 然后在这个flask里面呢 因为flask本身 它是比较简单小巧的 所以就没有额外的目录的划分 而是就是直接以python模块的形式出现的 不同的模块以不同的名称 然后再来参观一下June这一个项目 June这个项目呢 是中国人写的一个论坛程序 是仿造那个V2EX的风格的写的一个论坛程序 它是基于flask的 然后同样的它这里面呢也有 我们来先来点到上一层的目录 在它的根目录下面啊 实际上也有一个和它的项目名称一模一样的名字 然后在这个名字里面呢才是实际的项目代码 然后在这之外呢也有这个模块呢是一个数据库迁移的一个模块啊 是一个第三方的模块啊 类似于Jungle里面的Migrate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文件呢 还有项目的文档代码以及其他的一些配置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ETC 这些通用的一些命名柜的像什么 ngins的配置 还有supervisor的配置啊 然后还有那个单元测试的测试用力 都在这里面 这最外面的文件呢就是什么发布脚本呢 或者说一些网关的配置 还有安装的脚本 好了通过这三个项目的一个参观呢 大家应该明白了我们的项目结构应该怎样来组织 然后在这个Jungle里面 它有一个比较值得学习的地方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然后在这里面呢还有它按照我们的那个 它的web程序的开发模式 MVC的开发模式来进行一个模块的划分 这里是forms forms呢是进行一个表单的处理的东西 它有topic主题的以及node的节点相关的 或者说是account就是用户的账户的资料相关的 然后handels呢就是相当于是MVC当中的controller 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来进行一个编写 然后还有就是models就是数据的这一方面 然后templates就不用说了 就是views这一层是用来做模板文件的 还有一个utels里面放的是它的一个通用的工具 然后在template我们里面可以看到呢 又按照它的前端的一些功能模块 比如说有账户管理 email的管理 或者说节点的视图 还有那个主题的视图 以及user的视图都是不同的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public的文件夹 这个public呢是用来存放可以被外部直接访问的一些静态资源 像那个icom这一些东西 这个项目的结构呢是比较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但是这种项目还是比较适合那种中小型的项目 因为它是把整个项目程序的所有的controller放在一起 所有的models放在一起 所有的templateview都放在一起了 但是在较大型程序的时候 我们把每一个模块都集中每一个模块的 比如说controller都放在一起的情况下呢 就不太方便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比如说要以插件形式的一个开发 在一个app下面 比如说一个apps目录 然后里面装了一个email这一个应用 这个email应用当中 它的controller是一个比如email.py 然后它的template就是 下面再创建一个template的文件夹 然后template的文件夹里面呢 再创建一个email.html 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对这个 插件式的应用进行一个安装和卸载 或者说进行一个添加删除 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开发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我们不用进入一个比较大的目录啊 查找完它的控制相关的代码以后编写了 然后要去更改它的html模板相关的东西呢 要跳到很远的地方去 这个可以节约很大的时间提高我们的效率 主要这两种形式呢 大家看着自己的项目适合哪一种就用哪种方式 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大型项目的一个目录结构 没有讲解清楚的地方呢 大家来看这三个项目 然后点击里面的模块进去 来发现它的结构的安排和规划 来阅读它的一些代码呢 就可以来理解这个作者的那个安排的思路了 好了 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把我们初始化的项目呢 放到github上面去 因为我们要开始从这一节课开始呢 后面都会书写代码了 我们不可能每一节课的代码都放在本地 然后同学们查看也不是很方便 好了 我们来先在你自己的github上面去 你自己要学习跟着敲代码的话就这样做 在你的github上面创建一个新的仓库 然后这个新的仓库里面呢就命一个名字 ShopSys 就这个名字 然后创建项目 好创建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提示来进行一个 代码的添加 我们先进入ShopSys这一个目录 然后呢是GitInit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GitInit以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shell里面就会提示有一个Git的分支 它是master 然后我们还要给它添加一个readme 我们先随便写一个吧 写一个ShopSys readme 到哪个呢 MD就这样吧 好了 这样以后呢 我们来GitStatus 看一下 我们当前文件的状态都还没有进行添加 然后GitAdd 这个命令呢就可以把我们当前目录下面的所有的文件进行一个追踪 好了 然后是Git Commit-M 这个呢就是提交并且添加注释 我们写一个 GitFirst Commit 好了 然后再来看一看这上面的一个提示 然后呢是GitRemoteAdd 要添加它的远程的一个仓库的路径 好 添加完毕以后呢 然后是GitPush-U OriginMaster 这个-U的意思呢就是设置当前的这个项目的上游代码 上游就是我们的Origin的Master的代码 仓库 然后我们在今后执行GitPush的时候呢 就会默认的推送到远程仓库的Origin的Master里面去 稍微等待一下 输入我们的账户名和密码 好了已经推送完毕了以后呢 我们重新刷新这个项目 好 我们的初始化的项目呢 已经放到了GitHub上面 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为止 今后就会开始写我们的项目代码了 好 好 感谢观看